你站在国卫山大厦正下方 塔里面喊的时候 你心里边有没有恐惧 没有 对吧 你觉得这是我们正当的一个权利 对 而且你像我们在这喊的时候 在我们企业前方 在我们背后就有国卫山的警察 他们在摩托车上或者在警车上 他们是看到我们也听到他们 也没有拼命过来去阻止他们 或者去警告咱们对吧 对没有 所以这就是美国的伟大 我们战友一直说相信美国的司法 包括文武先生也一直说相信美国的法律 今天这个行动只能说是一点点 就能够证明美国还是以程序正义 法律上一切都要按照程序 按照规章办事 而不是说以人 你想怎么着怎么着 某个国卫山警察 比如说看我不顺眼 我看胡子不顺眼 觉得胡子长得太帅了 只要过来弄他两下 这不可能的 那我现在问一下胡子 你站在国卫山这个正前方 我们之前在国卫山抗议的时候 在这样的地方是很少出现的 特别我们这么大声喊着我们的声音 你心里边有没有恐惧 没有 我想我站在这里我总是想 如果这是天安门的话 我估计你还没开口就被灭了 早给你可以弄进去了 真的 对 在天安门那一带 那是到处都有便衣警察 别说你喊出来 你就有那个苗头 那马上你就废了 就直接就被带走了 再当当几秒 这个地方又恢复平静了 就这样的 对 就好像这个人没有出现一样 对 在这个世界从没出现过 对对对 是的 在这里的话 你就踏踏实地喊 因为这是你的权利 谢谢 谢谢